我们刚刚吃饱 我要去归还托盘跟餐具 走走走 用还托盘跟餐具啦 停 哎哟老师啊 你哪里可以附乱间爆出来 人吓人会不会吓死人的 我才真的给你吓死 我告诉你啊 你们用完餐之后 你的妈咪没有告诉你 要归还餐具还有托盘吗 这里是咖啡店 不是Hawker Center 为什么我们要自己还推呢 从今年的1月1号 1月1号开始 在咖啡店和时隔用餐后 没有归还餐具与托盘 并清理桌面的时刻 食品局与安全职业大使 将开始采取执法行动 大家要注意哦 也请点赞和分享 对 大家好 我们的KKU已经开班授课了 我就是那位英俊潇洒的老师 我是教授来的 请来来参加我们 各位同学 我们小贩中心平均归还托盘率 已经提高到80%以上了 给你们自己掌声咕哩咕哩下 不过 我们还是有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 是必须解决的 有那位同学知道是什么问题呢 我 好做 我要出va的 我是乘务 有时候不方便��花这个托盘 好 你好 会被罢款吗 为何你年纪那么不小 才来讨诺你的 因为他活的了 卸的了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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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真的吗 是的 大 zast 让我解释给你 好的 拜托 我花25年 去学习第一次 然后我花15年 去学习第二次 然后我花12年 去学习第一次 伯父 Daniel 你真的是很爱读书 人家读书读15年 你读书读52年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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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嗨给我的追踪 嗨 哈啰 哈啰 这是伯父的 Mr.I 是 我是伯父的教授李 再见 再见 上课的时候 不要跟我玩手机 电话我暂时跟你保管住 哈 对于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呢 Good right 你的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 当局绝对不会对那些 无法自行归还餐聚和托盘的 12岁以下的孩童 还有体弱的年长者 残障人士采取任何行动 不过他们会请他的家庭成员 用餐同伴 还有公众来帮忙的 知道吗 哦 非常好 还有啊 这种塑料瓶子是不环保的 以后不要再用了 知道吗 好 学生 有更多问题吗 是 我发现很多桌子虽然收拾干净了 可是地上还有很多小垃圾 像那种包装筷子的 垃圾 还有纸巾 没错啦 正确的 有一些比较轻的小垃圾 很容易就被风吹到地上去了 像这种情况 如何解决 谁可以给我答案 好 来 用自己的手吃咯 就不用用筷子就没有码石咯 很聪明 很聪明 那请问怎么用手吃咯 我平时吃火锅 没有用自己的手咯 然后 用别人的手咯 这样吃咯 放手 你跟隔壁班的Aiden是一模一样 努力100分 答案都是零分 有人没有答案 我们其实可以立即把垃圾扔掉 或者用一些比较重的东西 像是碗碟把它压住 这样它就不会飞掉咯 记得要follow我啊 follow我 不要follow他 我帮你收住 不要再玩电话 好 老师 我有问题咯 哦 龙 你都是有问题的 OK 来 ask 有时候我在博客中心 坐到这个位置咯 OK 我等很久咯 没有cleaner来clean 害我用这个博的机器去clean 错错错 对对对 这个是他们的错 我应该请多一点cleaner进来 我是讲你错 我有时也会帮忙清理座位 有错吗 那是因为 因为桌子进行清洁和消毒是清洁工的责任 我们不需要自己用湿纸巾来清洁桌子的 大家请记得要like share and follow 对啦 尤其在防茫时段呢 小贩中心跟食客的人会比较多 所以我们的清洁工呢 就会用长一点的时间来帮你们清洁桌子 所以我们要有点耐性 给他们多一点时间 他们一定会在第一时间为你服务的 记得啦 like share and follow 我是你们的 优优独播剧场 Thank you Bye 谁不希望在小贩中心食客和咖啡店用餐时有一张干净的桌子呢 所以每个食客在用餐过后能够清理使用过的桌面 那下一位食客就可以有一个干净舒适的环境用餐了 对不对 嗯 而且规环碗碟能够减少飞勤飞到小贩中心 吃桌上的剩饭剩菜 这样能够降低并均传播的机会 而且能够保持食堂干净卫生 Exactly 别语你用这个直播 我不懂 这个 这是一个镜头 Oh my god 其实我看起来很精彩 是吗 什么 这个镜子叫做照妖镜 只要你照了 没关系 只要各位同学学到新的知识 只要你们知道清理桌子和归丸托盘的好处 还有 如果你们想知道详情 可以上www.nea.gov.sg就可以了 下课 确定 行礼 讲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你赶快把那个火锅送去我办公室的桌子 我现在要做直播 我累了 我的累了 再见